中共干涉加拿大选举风暴持续延烧 引发加拿大人担忧 3月8号 一个由33个社区团体组成的联盟 举行网络新闻会 敦促联邦政府在今年夏天前 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处 该联盟反对登记处涉及种族主义的说法 并称有助于打击秘密影响活动 加拿大保守党领袖也呼吁 尽快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处 美国和澳大利亚已设有类似登记处 加拿大政府表示将对此问题进行公众咨询 社区团体敦促缩短咨询时间 并呼吁政府提出其他必要举措 审查外国对加拿大不同领域的干预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高云林罗杰文汇加拿大报道